民进党看起来还是坚持反核到底 但是他们所谓的绿电 怎么好像弊案重生呢 刚刚齐凯哥讲到联合再生公司 他因为回馈金的比例 当时没有设下线 结果3.3%的回馈金 竟然就拿下了标案 对比其他临近的案场 是33%的回馈金 所以差了国库 少赚了将近70亿 甚至还爆出说 他拿到标案之后 马上转手还套利了两亿多 结果监察院最后竟然是说 他违反契约规定 嫌有疏失纠正一下经济部 没有弹劾 后续也没有任何的究责 去年总统府还发新闻稿护航 强调联合再生这个招标的过程 是谨守法规 严格的来把关 难道是因为民进党 对于光电的弊案 都是睁一睁闭一只眼 所以说有心人士 才会这样的有恃无恐吗 刚立文赞美了我们的幼稚园学生 我现在来赞美一下 我们大概国小三年级的学生 就应该有的水准 刚刚习伟一直在讲这个绿能这个事情 大家知道吗 民进党的政府告诉我们 他们在2030年绿能要达到30% 那么国小三年级的程度来算一下 我先跟他讲一个背景 民进党在蔡英文主政了8年 这贝尼的总统 他们极力去推这个绿能 大家知道吗 8年推动了多少 提升了多少的这个比例的电 4% 贝尼才4% 可是相对的刚刚习伟在讲 他把河山厂把它废掉 河山厂占我们电的多少 7% 那我金融得力 你自己8年只能升高绿电 只能4% 结果你把河电厂那个7% 那个是基本上也算是绿电的一种 所以他会造成什么结果 第一个你就用废机发电 因为火力全开了 你把这核能厂废掉 废掉之后 气泡用掉之后 火力全开用燃煤跟天然气 用废发电 所以废线来废线 我们人民的健康会受到影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因为成本比较高 核电一度大概一块二左右 如果是用燃煤大概三块多 天然气就会细扣 四倍的价格 所以会变成像习伟讲的 你到后来你的那个 电价是要涨了 所以不是只有明年的四月份 电价不要涨 搞不好今年十月份 电价就要涨 这会不会太不合理 那第一个我刚刚讲 国小三年级 血润都可以算了 你在过去的八年 你只增加了 增加了4%的这个绿能 你把7%弄掉 这已经是不对了 对不对 核电厂就把它停掉 727要停掉核三厂的一号机 明年五月份又要停这个二号机 7%就不见了 更离谱了 你现在喊出来 你要达到百分之三十 2030离现在只有六年 用国小三年级的程度算看看 未来六年 如果再八年 八年只能够增加4% 六年增加多少 3%而已 目前维持我们力量 在我们所有发电量多少 10%多一点点 好了让你加3%多 再一倍好了 15%好不好 也没有你30%的一半啊 所以第一个你跳票 现在都可以看得到2030年 一定是跳票的 第二个更严重话 你说电费成本是增加的 第二个影响到人民的这个健康 所以政府到底是在想什么 腦袋还停留在20世纪那种反核 那个行数百样一直抱着 结果导致我们人民的用电成本是高 随时可能上电价 健康受到影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也是很严重的 我跟你说 这段时间一直在停电跟跳电 对不对 现在大家担心的是什么 在4月10号的时候 不是差一点北部就大停电吗 那时候就已经非常危险了 所以我一直逼说你要小心 非常你的用电真的是不够的 政府所以政府后来 经济部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宣誓 他在6月28号说他会保持在晚上的时候 至少有7%的安全存量 就是他的倍率容量最多7% 白天10%到晚上尖封 再多人在用电的时候 他至少要有7%的用电 所以我跟他报告 6月28保证到目前危机 还没过一个月就呢 已经五次跳票了 包括10% 昨天都已经掉到五点多了 一个月不到 掉到6以下表示是什么 不只是他7%的安全存量是跳票 6%以下就表示随时限电的可能性 就是增高的 4月12号那时候为什么很紧张 因为已经到了三点多 所以你要去买一度电是12块钱的 叫台积电 赶快什么用电都要减少 大厂全部都要减少 免得会大停电 然后呢 把那个柴油机的那个机组 柴油机平常在这个大的公司 跟大的这个企业里面 平常是没有在用的 因为柴油是高度的污染 而且非常的贵 他都在非常紧急的时候才会用的 结果上次是时候已经启动的 我在跟大家报告 昨天核二厂的柴油机就启动了 为什么是核二厂 大家讲说为什么不是用核三厂 就是核二厂 因为台北的北部的用电量 昨天非常的紧接 非常的缺 严重的缺乏 连那个南电 那北送都来不及了 所以连核二厂已经停了那么久的 核二厂 它那个柴油机都启动了 你看这是多严重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要盯住 因为政府跟我们保证说 你不会缺电 我现在跟你讲 有五度一个月不到 五度降到这个橘灯以下了 是危险的 所以我们会盯住每天的这个用量 叫政府一定要做好 你不要出现大停电 另外刚刚讲这个联合再生 联合再生这个事情 联合再生本来是一个 要快破产的公司 结果我们的国发基金 用我们人民纳税钱 那时候联合再生 已经亏损了一百亿了 结果我们丢了多少钱 进去大家知道吗 用三十亿去救它 结果进去以后像打水漂一样 它本来赔了 本来已经亏损了一百亿 我们进去之后 又一百亿又不见了 等于是我们在这三十亿 已经几乎是打水漂 这是第一个大问题 人民纳税钱 有将近三十亿不见了 第二个 在这个张宾工业区的这个光电厂的这个租业里面 你要去招标嘛 所以其他的公司进去要招标都讲说 我要给你一个回馈的这个回馈金 我们比例是多少 三十都是三十几% 结果联合再生定然敢讲说 我只有给你三点三% 平常一般公司的十分之一 我们政府怎么会离谱到 给一个给这样的条件的人 中央得标 这里面一定有观商过节嘛 那更严重的什么 他因为他拿了这个所谓只有三点三% 所以我们本来 他就跟台电的这个回馈金 就少了七十亿 人民的七十亿不见了 我刚才算过 三十亿又不见了 这边又来个七十亿 就将近一百亿了 结果他竟然拿到标业 租业以后没有多久 他就把它卖 又把它卖掉了 他自己又去跳 又去套利 好那后面来就更离谱了 后来我们跟黄国张继 追这个案子 发现一个更严重的 政府就被我们立委骂 结果他说 我们会去把一部分的再买回来 因为卖出去 被我们抓到 他说买回来 他竟然还收房 他去买了很多的特别股 什么叫特别股 特别股就是比较小 可是他没有董监事都不能派 你没有决策钱就对了 骗不只骗立法委員 骗全国这个民众 那这事情很严重 人民已经一百多亿 被他花掉了 里面又有诈骗的问题 诈骗诈骗再诈骗 那这个应该就是要弹劾 这边有当过立法委员的 两位都在这边了 这个要做什么事情 现在监裁只做了一个纠正案 纠正就是纠正经济部 可是这最严重的是什么 谁做了决策 第一个 当初30亿的国家基金 怎么进去的 怎么谁做了这个决策 这个谁要负责任 这个人要被弹劾 第二个你回馈金 只有人家的三分 只有人家的十分之一 对不对 国库少了70亿 这个要不要弹劾 这个要啊 第三个你又诈骗又诈骗又诈骗 后来只用特别股 这个都要弹劾 欠三个弹劾 所以我们会再继续再追下去的 联合再生这个事情太严重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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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